中华文化传统故事篇 孔融让梨 子军 你怎么了 先生 我刚才在和弟弟一起玩花灯 弟弟把那个最漂亮的花灯给抢走了 气死我了 子军啊 莫生气 莫生气 你听说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吗 孔融让梨 没听说过 来 让先生给你说一说 从前有个叫孔融的小朋友 非常聪明懂事 一天父亲的朋友带了一盘梨 给孔融兄弟们 孔融 你来分给兄弟们吃吧 孔融听了 就先拿了一个最小的梨 然后把其余的梨分给了哥哥弟弟们 父亲看了就问孔融 孔融啊 你怎么拿了一个最小的梨呀 我年纪小 应该吃小的梨 大梨应该给哥哥们吃 那弟弟比你小啊 因为弟弟比我小 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 父亲听了 非常高兴 夸孔融是个懂事的孩子 子军啊 孔融那时候只有四岁 他就知道谦让 把好吃的分给大家吃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先生 好玩的东西 要一起玩才有意思 我这就去找弟弟 跟他一起玩 对 这就对了 慢点走啊